这一回啊 宝玉又和习人小纠纷 心里头烦躁 读了一段庄子 故决胜弃智 大道乃止 智欲毁诛 小道不起 焚福破喜 而民普比 仆斗折横 而民不争 丹残天下之圣法 而民实可与论意 灼乱六欲 朔绝余色 塞骨矿之耳 而天下使 仍喊其聪矣 灭文章 散五彩 焦理朱之墓 而天下使 仍喊其名矣 毁绝钩绳 而弃规矩 立功锤之指 而天下使 仍有其巧矣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 断绝圣人 摒弃智慧 大道就能终止 扔掉玉器 毁掉珠宝 小的盗贼 就会消失 焚烧了福祭 破坏了印玺 百姓就会 朴实浑厚 打破称凉 粮食的斗壶 折断了秤杆 百姓 就会没有争斗 去除掉天下的 圣人之法 百姓才可以谈论 是非取之 搅乱了六律 毁坏各种乐器 并且堵住著名乐师 诗矿的耳朵 天下人 才能有灵敏的听觉 消除文士 离散了五彩 粘住视力特别好的 黎珠的眼睛 天下人 才能有良好的视觉 毁坏做木工用的 勾弧和墨线 抛弃圆规和脚齿 弄断著名工匠 弓锤的手指 天下人 才能保有他们 原本的智慧和灵巧 总之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 要破除那些 绚人耳目的东西 回到每个人的本源 和自然状态 那顺着这个意思 贾宝玉也写了一段 焚花散射 而规格使 人含其劝矣 花是指花习人 舍指舍月 这句意思就是 焚烧了习人 离开了舍月 规格中的女孩 就不会再劝戒她了 枪宝钗之仙姿 灰待遇之灵俏 丧减情义 而规格之美恶 使香泪矣 这句意思就是 残害了宝钗的美貌 毁掉了待遇的才华 泯灭了人们之间的情感 规格之中的女孩子 就没有什么美丑的区分了 比含其劝 则无身伤之寓意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们不再劝戒我 就不会再有争吵了 枪其先姿 无恋爱之心意 灰其灵俏 无财思之情意 这句就是说 残害了美貌 就会丧失爱慕的心情 毁灭了一颗灵俏的心 就不会有 引人动情的才华 彼钗玉花舍者 截张其罗 而泄其碎 所以弥炫禅献天下者也 最后这句就是说 宝钗啊 黛玉啊 习人舍月这些女子 就像一张大网 又像一个陷阱 用来迷惑和捕惑天下的人 我呢 只是一句一句 简单的给执意了一下 当然这些话 到底有哪些深藏的意思 你可以结合上下文和整本书 自己思考一下 宝玉难过的同时 那边王熙凤和贾连的女儿 突然见喜了 见喜又是什么呢 见喜啊 就是出天花 在红楼梦那个年代 清朝乾隆年间 天花是一种极其恐怖的传染病 死亡率十分高 人们出于忌讳 不敢直呼天花的名字 就像渔民 不会说翻转的翻字一样 因为开船 他最忌讳翻船嘛 所以他忌讳这个字 另外呢 天花出过一次之后 就不会再复发了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也是一件好事 从此可以平安 所以称见喜 比如清朝顺治皇帝死后 八岁的玄业登基 据说康熙皇帝之所以登上了皇位 就是因为他已经出过了天花 那么以后他就不会再感染了 当时宫廷里感染天花的人也很多 死的人也很多 当时没有现代化的医疗手段 就会有各种各样迷信的办法 比如书中说的 预备桑虫和猪尾 这是当时用来治疗天花的中药 还要供奉痘疹娘娘 这位痘疹娘娘 据传说是专门管痘疹的神仙 古人面对自己无法抵抗的自然力量 总会把他神圣化 例如古时候经常发生蝗灾 人们对付不了 就修了很多蝗虫庙 王熙凤又吩咐家里人不能煎炒东西 据说因为出了天花的小孩容易便秘 煎炒的东西不容易消化 所以禁止煎炒 王熙凤还要和贾连分房睡 按民间的说法 出天花的小孩不能吃所谓脏奶 就是指有夫妻生活的女人的奶 等等吧 反正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古代 人们面对天花充满了恐惧感 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禁忌 现在天花已经被消灭了 我们也只能可怜古人了 好在这次出天花对乔姐来说 还真是个喜事 她最终平安无事 熬过了这一关 本回解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